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下午就要考試了 明天下午要考試 要考培胎 然後我們有七盆共鳴 OK 但是只有兩個晚上 OK OK 好 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我就先 暫時把討論部分 連到下一次好不好 我們這次就開始 就先來那個 Tutorial 2的部分 本來應該正常的做法是先要處理 那個算是沒有講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關係 這次也關係不是很大 因為馬上大家就看到 Tutorial 2的東西 所以這次還是請大家要選一個 推一個主席出來 誰啊 我只是 你啊 OK 好 對 這是 麻煩分一下 這裡要找一個書記 然後找 對 我 這個麥克風給教育 對 好 200, muscle biopsy, positive standing for dystrophin, evidence of group fibrous atrophy. Running is diagnosed with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type 3, analysis of blood.DNA sample reveals a deletion of in the SMN survival motor neuron gene, which confirms the diagnosis. 好,那現在大家對於這段文字有什麼不懂的字可以提出來 先講一下第三行第一個字應該是CREATING C 其實這段裡面很多專門的字我們上一次討論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有提到了 所以有沒有人還有什麼對字的意思有疑問的 沒有,那我們 什麼叫做group fibrous atrophy group fibrous atrophy 是什麼樣的group fibrous atrophy 我猜是muscle group 我猜是muscle group 喔,muscle 也就是說 我猜是做muscle biopsy看到的 你的group是 是 所謂就是一群共同作用的group 還是 還是像mortar units那一種group fibrous 我們可以把它列為lending issue嗎 所以我們第一個lending issue就出來了 那 那 fibrillation和faciculation 嗯,這些字的意思 大家都清楚嗎 還是因為有相關類似的trem 好像其實也是非常的多 然後 上次民衆好像有稍微介紹一點 民衆要不要跟大家再介紹一下這兩個字 嗯,我上次有介紹那個faciculation 然後 那個social也有說到 對,然後 我是主要是講那個tone的faciculation 就是那個 因為肌肉是 你可以 嗯 就是肌數嘛 就是整個肌數 在那個抽動 那個就是faciculation 至於 fibrillation的話 這個的話我就 我就沒有介紹 那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 什麼要補充的 就是faciculation的話 就是肌數在 抽動 這樣大家可以想像的出來嗎 比方說你的手嘛 手臂然後 可能啊 這邊加這個肌數在這邊抽動 這樣很明顯你就可以 用眼睛 就是可以看出來 就是visible 然後fibrillation的話 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fibrillation fibrillation 還是要把它列為learning issue 好 如果沒有同學要補充的話 其實我覺得 關於 這裡面那些faciculation faciculation和fibrillation 還有 一些groupfibre的 那些定義 我覺得我們可以列成 同一個learning issue 就是 就是關於 關於這裡面 字面上 每個單字意義的解釋 好 那 還有沒有什麼 覺得是重要的facct 我們好像都跳得太快 忘記要先提出facct 忘記要先提出facct creatine phosphor kinase 是正常 因為它是落在normal range裡面 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正常值 所以它應該是神經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肌肉的問題 所以剛剛 所以剛剛說 修翰彥林講的就是綜合 這個肌墊圖 肌墊圖和那個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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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結果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它的肌肉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還想提出來就是 嗯 後面那個denovation pattern denovation pattern的意思 是 跟神經有關嗎 還是 有沒有人知道denovation pattern的意思 我想這個denovation pattern 就是說 它的 力量不能做出來 pattern是 denovation pattern 所以它只是 肌墊圖的 對啦 這是對它的理解 對啦 因為肌墊圖 上面好像常常會用 就是 有幾種 名詞就打出來 exculate 這種 這種肌墊圖的圖形 所以我覺得這個denovation pattern 應該就是指這個肌墊圖的pattern 是 是這個 但是 因為肌墊圖大家都不熟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列成了 Nin issue嗎 你說 EMG的denovation pattern 嗯 最主要denovation 如果把它列成 Lending issue的話 denovation pattern 是最主要一定要介紹的嘛 那如果 能夠 對肌墊圖有多一些了解 就是更多的資料也是不錯啊 只是denovation pattern的解釋 是最基本的 那 還有同學要提出什麼facts嗎 其實我覺得SMA已經在這上面被寫出來 所以它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該去了解它的那個 Lending issue之一 不過由於我們上次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報告了 那大家覺得 嗯 有必要再把 上次那麼多人報告統整一下做出來 然後present給大家看嗎 還是就 就算了這樣子 有必要再聽一次嗎 我是覺得可以把上次報告 大家覺得什麼不足的地方提出來 然後我們針對那些點來做這個補充這樣子 我覺得要多一點原理啊 是不是只有它疾病的sign這樣 好 所以如果我們這次要再討論SMA的話 我們 我們 針對尋找的資料就跟上次那種 看它的sign那種 就是 不一樣 我們可能去找機制方面的資料 好 好 那 關於smn-gene 我們 同學覺得有必要 對它多一點了解嗎 因為上次我們只是說 這個gene的作用是 encode一個 protein這樣子 大家怎麼都沒有反應 好 所以我們的sma這個learning issue 其實裡面包含 對 就是包含 因為它是gene的問題 所以也包含在裡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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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大家都這麼安靜 那有沒有要提出 還有什麼 關於 想要 想要多了解一點的 像 嗯 什麼是 什麼 Muscle Biopsy是什麼樣的檢查 你覺得這個檢查 它是在做什麼 原理是什麼 有沒有知道 Muscle Biopsy就是 取一塊肌肉組織 把它做了 切片之後 封在拉塊 不是 把組織封在拉塊裡面做切片 然後染色之後 在顯微鏡下面 可以觀察它的病理上有什麼特徵 還是什麼的 簡單就是用顯微鏡看嘛 不過 如果大家研究 Muscle Biopsy的 就是有什麼 跟病理比較相關的東西的話 看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 其實 其實 其實蘇永已經講得蠻清楚的 可是 國務員電話不太懂 它這邊有Positive Stating 或 Distrophic 只要有Positive 就是只要Positive Stating 是怎樣一個情況 它是一個 就是 陽性反應 然後就會反應出 它是一個Distrophic 我這段續說 就看不太懂 是 什麼陽性反應 那個 我有看過一種 它就是 染Distrophic的那種圖 就是 因為Distrophic 像像雅雯講 它是在肌肉 纖維的 就是 靠近Membrane的那個地方 所以染Distrophic 你就可以看到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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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肌肉 這樣子 這就是Distrophic Positive 如果Distrophic negative 你就會看到很 就是 就不太染到東西這樣子 那這個 就是 像我們以前 組織學 像學到的那種東西 這樣子 他發現染這個是 是嗎 我想問的是 那個染那個是 它檢查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就是檢驗 些纖維裡面的這個蛋白 是不是其實存在 這樣子的意思吧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那如果沒有那個蛋白質是 是怎麼意思 就是Distrophic這個蛋白質 是維持整個 基細胞的 的 的 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們缺乏這個蛋白質的話 那它的這個 細胞膜 上面 變得所有的一些蛋白 就會流失 這樣 然後造成說 細胞 肌肉的細胞膜 肌纖維它的細胞膜 變得很脆弱 然後可能會 因為外力 然後就整個會崩解 然後造成 橫紋肌溶解之類的症狀 對 好 謝謝 那我先補充一下請同學發言的時候要記得拿麥克風 然後因為我們的聲音好像都很小收不到 那 剛剛提出來說我們知道Distrophic是在肌肉裡面 維持它的構造的一個 一個 一個 Distrophic 的 positive standing 也就是 趙亞文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可以證明它的肌肉是正常的嗎 是這樣嗎 應該說就是沒有我們懷疑的那一種病變 所以如果它 那也就是說 如果Distrophic是正常的話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檢查知道說 可以做哪一種 鑑別診斷嗎 就是可以排除它說應該是 因為它的肌肉萎縮啊 那如果說它的Distrophic是在話 應該是可以排除肌肉病變的這種 這個原因啊 對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想這個醫生也是 把它跟我們上次討論一樣 就是把SMA跟DMD做一個區別 那由上面這些 就是它做肌肉方面的檢查 我們就可以大致拍出 它是DMD的可能 那藉此來判斷說 它應該是neuron的問題 而不是muscle的問題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主要是鑑別DMD 和那個 和我們講的神經方面的問題嘛 那關於其他的 還有沒有同學想要 有問題要提出來討論 就是上次好像有講到那個Creating Phosphokinase 可是我還是不太清楚為什麼要驗這個 就是也是要問說它用意很難 對啊如果它不正常的話是代表肌肉怎麼樣 沒有同學知道的 如果沒有 我覺得這個方面 我覺得是 也是很重要 我們可以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把它列為能靈issue吧 要不要把肌肉的問題都放在一起 喔 把肌肉的問題放在一起喔 嗯 也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不同的檢查會有不同的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就不同 就檢查的方式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 這種技術 這種檢查技術 我覺得單獨討論 就可以了 那個我覺得 那個 Fibrillation 跟 Vasculation 跟EMG可能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們兩個最好是放在一起啦 那 Group Fibre Atrophy 跟 這個 Muscular Dystrophy 裡面 Distrophying的角色 可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這樣 這樣都是肌肉的東西 他們比較有關聯啦 好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 Learning Issue 稍微整理一下 反正首先就是 就是 EMG 和 Fibrillation Faciculation 列為同一個 Learning Issue 然後 然後 剛剛講的 Group Fibre Atrophy 跟 跟我們剛剛列的是 SMA嗎 Dystroph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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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蛋白質 就列在一起 然後第三個 就是剛剛講的 SMA 它的 Magnidum 然後中間就會包含 那個 SMN菌 的問題 好 那個 Groove Fibre Atrophy Groove Fibre Atrophy 的 Dystrophying 然後還要再講一下 CPK的那個 CPK 這個 這個Kines 它的機制啊 跟它的 它的作用 然後以及這個檢查 是在判別些什麼 這樣子 OK 所以 那我們現在 要把 Creating False for Kindness 跟Dystrophying 和Groove Fibre Atrophy 列在一起嗎 好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 三個 還是三個 Running Issue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 Groove Fibre Atrophy 顯然 在這個 Discution上面看到 是在發生在SMA上面啊 那 可能 Muscular Dystrophy 不會有 Groove Fibre Atrophy 我 猜測 因為它這邊是寫說 它有 Groove Fibre Atrophy 對啊 那 好像這個是跟 SMA比較有關係 是不是 由於我們對 Groove Fibre Atrophy的定義 我不知道 一無所知 所以 現在要做出這個判斷 其實 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你也不能確定說 如果是 Muscle的問題 它不會有Groove Fibre Atrophy 其實我之前看的書 它 這個所謂的Groove 它是好像是一種 Histochemical Group 那 這個好像它有分 Groove 1 Groove 2 然後有 EA 2A 然後不同的 萎縮會有 就是 不同病變會有 特定種類的 Groove的萎縮 那 我覺得這個 Groove Fibre的這種 可能 就獨立出來 做一個任意 其實你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牽涉 Basic的問題 對對對 其實雖然說我們剛剛把 呃 Creating In Force For Kindness 跟那個 Distrophic 還有Groove Fibre Atrophy 放在一起 其實 這三項東西 是 也是要分開去找 他們個別的意義的 所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 剛剛 書永講的問題 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 不會有差 因為其實這三個 還算是 可能還算是 蠻獨立 各自有各自的範疇的 我覺得 我覺得 要不要想辦法找一項 常規的肌肉檢查的那個 就是把它全部通合 對啊 就是一般 如果看到這種病人 會做哪些常規的檢查 這樣 就 這樣子 好像 做起來 就不只有這幾項 可能也不只這幾項 這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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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蘇修的建議就是 我們 應該還要再知道說 做肌肉 關於肌肉檢查 有哪些 然後平常的時候 你做的程序 就是 你會 必須做哪些檢查 這樣 那 其實我比較關心的是 當我們看到 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於 依照我們現在的知識 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病人 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的肌肉是沒有問題的 那還有沒有人從 可以從 就是其他的數字中 推測出什麼嗎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 還有沒有要提出問題的 為什麼 為什麼分析他的協議 就可以知道他的 SMN的菌有 Deletion 就是說 Analysis of Blood 或是DNA 所以 明松剛剛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分析血液 還有DNA Sample 就可以知道 SMN菌有問題 是這樣嗎 那同學要補充了 我想他應該是 就是根據上面的檢查 還有一些症狀 然後 有些症狀 有些症狀 醫師判斷說 猜測 他應該是SMA 然後所以做DNA的 Test 然後就是 去看這個菌有沒有缺失 然後 是有的 然後這個檢查只是 證實了他的診斷 這樣子 那他當然不可能是說 我去做所有的DNA 然後所有的染色體 然後所有的比對 然後看他缺少哪一個基因 他應該是懷疑 然後去證實 這個問題 就是他只是 證實他的推測 那請問 從Blood裡面 他是得到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這應該是說 他同時做Blood 跟DNA的檢查 不一定代表說 DNA從Blood出來 嗯 好嗎 所以 我們剛剛的意思是 DNA從Blood出來 或是 或是 就是 我們上次討論的時候 不是有說那個 Greatening 他在協議中的含量嗎 所以 我覺得他測協議的時候 可以 就是 我覺得他測協議 應該是說 他在測Greatening 他的含量吧 可能啦 這樣子 應該有關係吧 對啊 喔 其實我有想到 MN這個菌 他做出來的 Protein 什麼的 我們可以在 血液中 測到他的什麼 代謝出來的物質 還是 代謝過後的物質 還是什麼嗎 所以他 代謝出來的那個 Protein Protein就是 那個 Creatine Phosphokinase 不是 不是 那個 我要說一下 你要去測這個 有Deletion 根本 其實 現在 有很多 技術就可以 幫 檢驗技術就可以 知道 你這個 Chromosome上面有沒有Deletion 所以 你也不用去 測他的代謝物啊 那你說 你硬要說 Blood有DNA sample 我想 Likocite也是有核的吧 它裡面 也是有DNA的啊 對啊 所以其實我剛剛 只是想要知道說 我們做Blood的 的 取樣 會不會有可能 就是要測代謝物 或是 或是 只是 從他那邊 取出DNA的來源 這樣子啊 所以才會 問亞文這個問題的 因為後者 好像比較有課 對 所以 我們討論的結果 就是認為是後者嗎 這樣子 需要 confirm一下 覺得有需要 還是就直接認為是後者 這樣 後者 是指說 就是 就是其實我們是 取Blood出來 然後從他裡面獲得 拿來做DNA test的來源 這樣子 其實我是認為 你今天在測血液 應該是在測 Creatine Phosphokinase 因為我們當初 學過 你肌肉它的能量 一個ATP 另外一個就叫 磷酸基酸 那你要把它磷酸化以後才能用 所以 這邊 Phosphokinase 那我的推測 我之前有問民眾說 他測這一個的意義是什麼 那時候我是 就在想 是不是說今天你 如果是肌肉的問題 他可能萎縮 壞死之後 就會放出這種酵素 那所以我們在血液中測的 就可以比較高 嗯 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至於DNA sample 我倒不認為說 一定要從血液來找 不少啦 因為他也有做肌肉的死 嗯 所以現在 現在我覺得 其實我們應該知道的是 如果 當你抽出blood出來 你有 就是 類似像 Creatine Phosphokinase 這一種測試 從blood去測試 它的 它的protein 它的Enzymes 或是它的代謝物之類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類似的 類似的 可以測的 可以測的的東西 來告訴我們說 它的肌肉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找的是 抽不辣的出來 我們 還可以測 測其他的代謝物 或是其他的Kines 之類的嗎 因為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跟那個什麼 第二項 併在一起 我覺得 測試的方式 應該可以 還是跟第三項 並在一起比較好 我覺得跟 就是說 抽了blood出來之後 測試的方式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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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沒有想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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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限在SMA 不過我是覺得 我剛剛有看到 就想說 肌肉的常規test 我們應該 應該可能會查到這方面的資料吧 就是 我覺得在肌肉常規test裡面 應該就可以知道 如果有的話 應該也會找到說 抽選 能夠測出什麼 所以剛剛討論DNA的來源 其實這不是一個問題 這樣 好 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那我們要換下一個討論的議題嗎 還沒有同學要補充什麼的 我補充這 其實跟這一點 我發現一個錯字 第一個字是有點錯 對不對 好像聽錯了嗎 前面字改成ELE吧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 就大家看看黑板上 我們列出了非常多的 人靈issue 可是我們從 嗯 我們所知道的 資訊裡面 只能判斷出一個idea 就是他的肌肉是正常的 好 就是這一張的總結 那我們可以換下一張 之前就是看到他的症狀 之前就是看到他的症狀 對阿 其實大家那次已經猜到 他們的症狀 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進入的就是 能夠去翻譯 看看 所以這個論判斷是 這裡的 the learning issue 是 或者我在這邊先講一下 因為會影響到上面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太快 跳到那個the learning issue 去 對 所以他有這個 不懂 我們要趕快 尤其是以那個facts 其實你看這個上面 是寫的太少 所以那個facts 並沒有阻止那個 the morality findings 所以他主要為什麼 他有三個主要的facts 假如 當你 當 實習的時候 你可能就去勾選 拿幾項 又去幫你做 所以就是 這些東西就是 你勾選之後 他會做未來的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這樣子 那麼 那個 他要進行一個differential 就是 哪一個differential 就是 每一個為什麼會 會 detail 這三個部分 這樣 這方面可能 對 有時候會再加強一下 假如也在 下一次的discution 的時候可能要 在這方面 要進行 那個facts 才會很快 傳起來 所以跟之前的 第四類生 可以連在一起 記錄 所以現在是 一定要做 然後 後面 還有 那 那個finding 他已經 已經 已經關 SMA 對嗎 其實他就可以 stop在那邊 假如沒有這麼多資源的時候 他有警察裡面 但是他有資源 但是他有資源 如果真的還怕 說不定 第四個examination 就已經很簡單 看起來已經看不出來 所以 從第四個examination 都在發一點 最好 可能會感到 這幾個部分 都要加強一下 discution 但是 這個 我覺得是最不重要的東西 往往這位 很快 你跳到 你 希望趕快 把那個 螢幕聽出來 還會趕快 滋賞 Discution 最大 就是 你要把那個東西 縱向 然後 掛 他為什麼說 這三個 東西一定成為第一 是不是 一個就夠 還是不夠 一定有 你覺得 會要 多選這麼多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 這個裡面 大概可以 可能裡面 有交道很多 大概應該可以 再進行 深入一點的討論 這樣子 我覺得 他 所以 不要太急 太急 好的 下一張 那我們要不要 要 主席書記 和那個 念的人 是不是要再 輪流 那 我指定一個主席 好 民宋 主席 然後 我來寫啊 我來寫啊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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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字 一個英文字 八一錄 剛剛 大家都是這樣 那個 那個 一音 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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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三封 禁 將 he can run like other children in his school Running's parents say they don't want you to tell Running why he can run like other children as they would depraise him 好 同學 有沒有找到什麼facts 需要提出來的 要關 Page 2 Sorrow, Anger and Good Page 3 Page 3 Misys Wong is pregnant Misys Wong is pregnant 他說Running's parents say that they don't want you to tell Ronning Why he can't run like other children is that would depress him 所以這句話能找到他的主要的 facts 就是病患的家屬不希望醫生直接告訴病患他本身發病原因 甚至是說他可能不希望告訴他有證明 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上面的title跟他裡面的內容 其實我不太了解這其中的觀點 其實我覺得剛剛彥琳講的主要是關心到那個小孩子會不會產生depression吧 所以我覺得可以列成depression 還有同學要提出facts的嗎 就是啊這個Ronning也想知道為什麼他不能跑得跟別人一樣快 彥琳講的好像是他爸爸媽媽不想讓小朋友知道嗎 那我講的是小朋友想知道 表示小孩子還蠻早熟的 是嗎 但這問我知道 不是幹嗎 還是不是幹嗎 不應該是 你不是有olor人嗎 可以 我這是不是你 我不會是說 紅包 我不會是保護 他不會是看的 我不是說 所以同學覺得Facts有什麼觀念 是不是覺得這一篇主要是說對他精神或是心理方面的影響 我剛剛說最後一段其實我比較想著重是在比較前面那一句就是關於病情告知的部分 我想不知道在座的同學有沒有多少年修過照可師老師有開過一個醫師與生死 我是一直覺得說其實病情告知也是一個對醫生也是一個很重要應該該學習的藝術 所以說從這一邊我這樣可以看出來需要了解的話就第一個方面就是小孩子情緒方面的問題 是不是會產生depress 那另外一個方面的話就是醫生方面的問題 有關就是有關病情告知的部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還沒有出事的小孩 對不對 那父母親該不該憂慮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不要憂慮呢 或者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肚子裡的小孩有沒有遺傳到這樣的疾病 因為我們之前講之前有提到它它是這個autosomal recessive在第五對染色體上面嘛 recessive 所以一定有什麼辦法可以在小朋友還沒出事之前 或是就是還沒出事之前就是檢驗出來它沒有遺傳到這個基因嘛 那看父母親可以用他們可以選擇生下它 或者是在法定的程序下把它墮胎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idea應該是 好OK 所以所以蘇勇講了話就有點像優生學的觀念 就是她為她那個女孩子是不是要有必要了解她是不是也會得跟Ronnie一樣的病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前面 假設我們對SMA的背景只是有充分了解的話 那其實假如我們找到的話我們也可以順便找一下她對就是把基因遺傳的部分 我們在詳細的就著重找哪一方面那就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未出事就是她還沒懷孕還沒出事的那個女孩子 其實我們其實有辦法來了解她是也會得SMA Type 3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現在那個王太太應該去做什麼檢查 然後才能夠確定說她肚子裡面的孩子是不是也有會遺傳到營養的病 就是認定基礎的 嗯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併入到上一個就是Learning Issue 就是有關那個有關SMA Type 3的那個有關基因方面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併找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她是不是應該去做什麼檢查 例如說抽氧水啦或是取氧之類的 對我意思是說她是不是應該去做類似這樣子的檢查 好 我現在不太能理解為什麼這個要作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如果你要知道那孩子有出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直接做那個抽氧水還要做龍馬膜船隻就是 我們將這個指令交代下去然後她就可以把檢查報告跟我們講 然後她就把檢查報告跟我說這個孩子他那個地方出問題 那我們現在做的另一數是要做哪邊的另一數 實際上我們知道我們是怎麼知道他那邊出問題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很不清楚 因為如果說那個孩子想要知道他有沒有出問題的話 就是請那個父母去做這樣的檢查就可以了 那你把那個單子送出去 然後檢查完我們知道這個結果我們也可以 就是我們都知道做這個檢查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可以confirm這樣的結果 然後我們對啊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如果要拿這個來做Darning Issue的話 我們要查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不用放進去Darning Issue 因為其實假設對SMA的mechanism 有充分了解的話其實就不用放進去Darning Issue 我說一下就是不是Darning Issue 我說的是那個Ideals 因為我這邊有待住我上次查那個兒童發展學的東西 然後我稍微講一下就是可能 父母親的depression或者是小孩子 他對自己的身體這樣的毛病然後可能對於他的身心有什麼影響 主要偏心理啦就是說我們說小孩子的氣質就是在他的生活啊 適應啊在各方面呢都跟他的照顧者的敏感度很有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照顧小朋友的那個人不管他是保母或是父母 他都是會影響他小孩子未來的人格 在他還是小在他還是在1歲到3歲之間的時候 所以如果父母用這種很生氣很罪惡感的方式去對待他的小孩子 相對的小孩子可能他的生活的過程就不是那麼的 如同一般正常人 就是他這樣的話他不只是身體 身體上先天的問題 而是後還要加上後天他身體上的一些毛病 然後可以多說一點 然後這裡有一個叫做皮亞傑的發展理論啊 然後他是一個就是說 他這邊說是對兒童認知的發展 就是說兒童對於父母或是外界的影響 他的發展 然後在2歲到4歲的時候是說他的思考 開始有運行了 就是他開始會去思考一些東西 然後他差不多這時候也是上小學了嘛 然後他這樣的父母親 然後又沒有玩伴 因為他 你怎麼可能說小時候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你跑不上人家還會跟你玩呢 然後這時候他的心理中的 語言或成長啊 或是自我中心的溝通都不好 他可能會變得很自閉 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他的 以後人生都還撩撩 然後大致上是這樣子 謝謝 我想要延續一下10點 剛才講的那個 就是 那既然現在他的父母還有 然後你面臨這樣的狀況 那 嗯 你身為一個醫生啊 你是不是知道有什麼志工的團體 或是我們有沒有那種 比如說什麼罕見疾病協會之類這種 可以幫助這樣子的家庭 因為這種小孩好像以後要做輪椅啊什麼 然後他們家好像經濟也不是很好 就是你身為一個醫生你有沒有知道從哪裡可以有社會的福利或是幫助 可以告知他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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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怎樣去那個教育啊 然後你覺得應該是有這種 嗯 這種書籍啊 這種方面的東西啊 嗯 我想醫院都有社工部啊 嗯 所以可以 醫師可能可以請社工部幫忙一下 然後 那如果照10點剛剛說的說 兩歲到四歲之間的小孩對自己已經有 嗯 就是會有認知的話 那 如果 嗯 他的父母是不打算這個時候告訴他 那 那 大家覺得應該在什麼時候告訴他會比較適合呢 如果說 這麼小的小朋友就告訴他說 你得了一種病 然後 嗯 可能 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治好 這樣的話 那他是不是會 覺得很難過 那 那如果說 我們不打算這時候告訴他 是應該什麼時候再告訴他會比較好 所以 亞文 亞文的意思是 要把ideas放進去 就是說 然後proper time 就是適當時間 告知的適當時間 可以討論一下 嗯 這樣子 所以 所以說 告知的話 關於告知這個主題的話 就 分 我們現在找了兩個 五分一個就是 那 醫生 要不要告訴Rani 或者是他父母 有關醫生告訴Rani 或者是父母 他的父母告訴Rani 這樣子 我先想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好了 我覺得 嗯 如果我是醫師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由他的 Rani的父母告訴他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 是他最親近的人嘛 那這麼小的小朋友的話 他是光是看到白衣服的 那種醫生叔叔還是醫生阿姨 然後就覺得想到說又要打針 然後就覺得很害怕這樣 他可能不太會信任你 所以我覺得他的爸媽媽來告知他會比較好 至於時間的話 我自己認為是 可能在他上小學之前吧 因為 上小學之前 的話 嗯 差不多那個年紀 對於周圍 就是已經會有 可以有一些 足夠的認知 跟思考力這樣子 那 嗯 從上面看的話 可以知道他好像還 還蠻早熟的 欸 欸 這是下一張嗎 還是這一張 呵呵 就是他會想要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會想要知道為什麼 喔 對 然後他會想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應該是說他會 他好像還蠻早熟的啊 嗯 所以 然後如果他上小學之後 他一定會發現說他會跟別人不一樣 那 到一個新的環境已經覺得很陌生了 然後你又要面對那種 對自己的猜忌的話 應該會覺得 感覺會覺得更不舒服 所以應該是在上小學之前 他就如果能夠做好足夠的心理調適 去面對他以後的人生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適當的事情 所以關於這個 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討論醫生 要告訴Ronnie 就是醫生告訴病了 這方面 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 讓那個 Ronnie的父母 直接去告訴Ronnie 那其實我覺得 有關Ronnie 父母 告訴Ronnie 這個事情的話 剛才雅雯講得很好 只是就不用列文的人一學 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 好 那ideas的第二個呢 就是how to tell the parents 那假設我們要讓 Ronnie的父母去告訴Ronnie的話 那這個 是不是可以不用考慮 這樣 然後 就是第三點的話 有關優生學的方面 大家還要補充的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要找出 確定的方法 來知道 胎兒 懷孕中裡面的胎兒 是不是也患有這個肌肉 方便遺傳的疾病 是不是有這個需要 這個 就 我覺得像軍委說的 能夠 在 懷孕的時候 就能夠抽出 抽出樣本來做test的話 應該也就不外乎 是羊毛穿著 或絨毛群一樣 然後 我覺得 就算把樣本抽出來的話 其實應該也是做像 之前 上一張 有講到那個DNA的那個 就是你看他染色體 是不是正常 因為 你都已經知道是SMA的話 你也知道是 可能是第五隊的基因 有出了問題 也許 應該就是做這樣子的 做這樣子染色體的比對吧 我覺得應該就 不用再討論了 因為我覺得 應該抽出樣本也是 做DNA的那個比對 我這邊說一下 就是那個 就是到底要不要檢驗 還是什麼的啊 我覺得大家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想到說 婚前 在做 就婚前性行為 不是婚前 在你結婚前 在你有性行為之前 你是不是 雙方就已經要去做 基因上的鑑定 你有沒有說什麼遺傳遺病 或怎麼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好像是 最近幾年 政府都在推廣 婚前結婚 對啊 你就不用說等到 孩子已經 有了 在那邊擔心 到底要不要拿掉 這樣有沒有那麼多的錢 可以去養的啊 什麼什麼的 對啊 我是 只想說這個 謝謝 我是 想到 如果出來是 也是一樣 那要怎麼辦 對啊 那 要 勾選還是要怎麼辦 其實我想到說 搞不好這個檢查 其實根本就可以不用做 因為他已經懷孕啦 那你如果 懷孕那你檢查結果 不外乎就是 有跟沒有嗎 那如果一樣 有這個病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把它 墮胎嗎 還是要把它生下來呢 這是一個 兩難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好解決啊 那如果有的話是 如果不考慮墮胎的話 那其實也可不可以 不用做這個檢查 就一切聽天由命 這真是我亂想的 可是我覺得選擇權 還是在媽媽 所以醫生一定是 要告訴那個媽媽媽說 你可以選擇去 你下一個孩子 有這個risk 那你應該要 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選擇要或不要 所以那個懷孕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那個 很高的 告訴你 很白的病人 我想到一個 很奇怪的問題啊 就是現在Rony有SMA嘛 那假設他的弟弟或妹妹也有啊 那也會是Type 3的嗎 或是也有可能是另外Type 我覺得這方面 我覺得這方面 都是有關SMA的 所以我們只要Page 1的那個 找了充分的資料啊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Ideas 我們有沒有需要把Ideas 的任何一部分 變成201區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Rony會那個沮喪 我覺得可以把它統合一下就是 有關SMA的心理發展 這個需要變 另外Learning issue 還是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SMA的心理發展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醫生要告訴病人的話 這個需要列為Learning issue 有關告知病情告知的部分 主要是醫生告訴Rony的父母 我覺得這可能比較沒有必要吧 因為記得以前有上過 臨床溝通也列的時候 那時候林秉文醫師有說過 你病情告知一樣是Cancer的話 你要怎麼告知病人 每一個病人都不一樣 這是一種Case by case的藝術 那我們直接這樣直上談評 我想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這種病情告知 就是要靈活運用了 所以我們這就不予考慮了 好那第三個就是有關優生學 如果知道下一個孩子確切的狀況 這個大家有想要知道嗎 這個大家有想要知道嗎 有嗎 好那我們也查一下 就是如何確定 這樣子 你是說 你是說說婚前健康檢查有哪些項目之類的 比較具體的問題嗎 你是說要如何知道這個小孩 那其實如果已經懷孕了 才有說如何知道這個小孩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要做的話可以擴大一點的範圍就是說 可能婚前健康檢查是主要可能檢驗什麼 然後比較有可能會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子兩個人的 就是檢查狀況主要是檢查說可能會有哪一些疾病這樣 就是可能生下我們最重要的婚前健康檢查是說 如果我們這樣生下的小孩可能會比較有什麼樣子的疾病 比如說要避免什麼 我是覺得說直接就查說婚前健康檢查有哪些項目 還有他的目的這樣會比較具體也比較好查 那我們就猜一下燕尼的意見吧 我想有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假如今天我是Ronnie的爸爸媽媽 那我不知道Ronnie以後怎麼辦 他有沒有治療方法 他真的是絕症嗎 對啊 那或是說我的小孩是不是 我們都已經知道他是intellectually normal 那他有normal life expectancy 所以說 Ronnie的媽媽媽媽媽應該要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 不管怎麼說他還是 就是不太能走 那他可能在小學或是國中的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可能就會變成說只能做輪移了 那他可以跟一般小孩一樣上一樣小學嗎 可以喔 那 對他會不會有很大的 心理上的問題啊 那有沒有什麼特殊的 特殊的機構或是什麼 就是適合他們這種 這種有這種 先天性障礙的是什麼 或不知道 再來就是他們家很窮啊 他們 嗯 好有社工 好 所以簡單來就是說 要讓父母知道Ronnie應該要怎麼 就是他們要怎麼樣 安排Ronnie的未來啊 對不對 要不然因為他們對這病也不瞭解嘛 意思是說我們要找一下說 SMA的發展 就是病 病情發展的過程嗎 比如說他後來會逐漸 他是不是只侵犯到肌肉呢 那會不會影響到 腦部的情況 那Ronnie可以結婚嗎 那他能不能有什麼樣的生活 是指這些 就是SMA他的病人之後 病情發展的過程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去找 就是福利設施法 福利機構這方面的事情 有關社會福利方面 大家覺得這個意見好不好 福利有關就是 社會這類 我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基本上啦 身體不行了 心理已經受到創傷了 那我覺得如果說只限制說 在福利法 或是福利機構上的幫忙 我覺得可以擴充一點 是說 這個社會上能夠給他多少幫忙 對啊 就是 除了說福利機構之外 就是說他有沒有別的 可能 屬於他 藏身的好地方 就是 安身吧 對 安身 對啊 不要像以前那種馬封病人 就是被關在一個島上這樣子 就是他有沒有什麼 他 他雖然這樣子的狀況下 那我們政府能不能有一個 給他一個 正常的路走 對啊 我覺得這是父母親 或是他自己 最想知道的 這是我們做醫生 可以給他的一個 幫忙或怎麼樣的 覺得這應該比較重要 我覺得要 我覺得給他希望 不要讓他覺得很沮喪 因為我覺得他 他真的很有罪惡感 可是你今天是醫生 我覺得你穿上白袍 就是很有power 你跟他說某些話 他會 在某方面他一定會聽你的 對 你跟他說你有希望 這不是說很絕症的東西 你還是有辦法 可以讓你的孩子像流霞一樣 怎樣怎樣 等等的 對 我覺得建立信心很重要 這也是病情告知的 其中一個原則等等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去找醫生 那個說話的那種技巧呢 我意思不是特別偏重技巧 就是說要講這方面鼓勵性的話 還是覺得這個common sense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會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給他SMA的 就是之後的發展 然後還有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找一下說 國內有沒有 因為我上次做報告 是有查一些國外的網站 那發現美國的話 還有蠻多 像DMD有專門的機構 他會來輔導這些 DMD的病人 然後有SMA 就是會有專門的一個 一個機構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說 國內有沒有相關的這樣子的機構 然後能夠給他們之後陸續的輔導 那這可能比較明確 而且也比較相關 那至於如何給他們希望 這個我想 我覺得這方面應該還是就主要 現在如果紙上談兵 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且比較離題 我覺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社工他雖然知道說 有一些機構可以幫忙他們的難題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SMA 他再來之後的病情的發展會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剛講福利機構 其實像剛剛施典講的是著重在說 小孩子的他心裡的感想 然後他的那個發展 心裡面對自己想法的發展 然後又有說到說 父母親就是小孩子照顧者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覺得其實 除了找一些外在環境的幫忙之外 其實每天跟小孩接觸的那些父母 醫生應該要給他們一些知識上面 就是給他們教育說 SMA是什麼樣的疾病啊 然後你可以去就是給他們一些資料啊 然後就在這個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以順便告訴他們說 SMA的病人 像他們還是可以好好的過生活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醫生在跟家屬溝通的時候 就要順便給他們一些知識 他們才有辦法去對於這個疾病有些了解 然後就會對那個小孩也比較好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一個疾病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MACANY人 就是我們剛才說要討論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症狀 也就是我們上次報告主要要講的說 SMA他會有什麼樣的症狀顯現出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如何去control這個疾病 如果說我們不能給他treatment的話 至少說跟他們的父母說 我們要如何去control這個疾病 然後叫他們對於這個疾病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認識 那如果說要找這方面的learning issue 我想這一章可能是著重在這個 最後這個方面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去control 以及說他未來的這個疾病 未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好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learning issue 提出那個這個SMA病的疾病 未來的發展 然後還有他的福利 還有等等之類的事情 這樣可以嗎 就是有沒有什麼福利機構 可以來solo 不算solo 就是 好 solo這些病 還有他未來的發展 還有他未來的發展 這樣子 這個需要把練為learning issue 嗎 就是父母教育孩子這樣子 就是黑板的那個 attitudes of parents how to improve 這個有需要列入learning issue 我意思是說就是父母在對小朋友講話的時候 如何增強 我在想說這要不要乾脆就列成全部都同一個learning issue 就是現在家裡有小孩得這個病 到底該怎麼辦 要繼續吃藥嗎 然後我要審多久回來看一次 然後就是以後的發展啊 他以後可以怎麼樣 然後我該怎麼對待他 然後有哪些機構可以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列為同一個learning issue 我就列為第二個那個coursoft SMA 然後Wuken還有我們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除了SMA以外 應該有其他病 就是先進行傳病的父母也會需要 需要學習這種一方面的觀念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SMA改成了conjunital 那個genetic 這是意思嗎 也是可以嗎 把那個SMA擴充嗎 需要嗎 還是我們就把 鎖定在SMA呢 SMA 就是第二個 這樣選太廣泛 好 那還是我們把鎖定在SMA 這樣子就好 好不好 那還有同學有其他的ideas嗎 爸爸媽媽都可以 他們內舊啊 生氣都沒有理他們 所以 所以 我們是要研究一下有關社工的醫學 有需要嗎 其實 爸爸媽媽為什麼內舊啊 你喜歡病嗎 嗯 那遇到這種情況 然後 我們要做什麼 我覺得就像師典剛剛講的啊 我們在 在 告訴他說 這個病應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是教育他這是這個病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些比較有權威的字 然後比如說 這個病 他可能是 這什麼 並不是你們的錯啊 不是任何人的錯 類似 類似這種方法 比較有power的 然後給他們希望 然後來解決 而且最重要是說 你們自己 如果都覺得很難過的話 那你們的小孩 那Ronnie一定會覺得更加難過啊 那 唯有你們自己先站起來 才能夠幫助你的小孩 種種這種話 可以在 教育的時候 加給他這樣 不好意思啊 我再打個岔 因為 大家有沒有參加畢業典禮啊 我記得那個 畢業典禮那個 那個叫 什麼 什麼 黃的醫師嘛 然後 成 成什麼黃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那個 我們要讓那些人 天生生下來的不信啊 是因為要讓 其他人看到神的 恩典之類的吧 所以可以跟他講 所以如果他們有信教的話 我覺得他們聽到 會比較接受 那個我再講一下喔 就是有關這些 類似那種病情告知 以及 好像有點像安撫情緒的東西 我想通通可以把它歸在那種 case by case的那種 就是你 以後往後 我們做一生之後 就會慢慢累積出來的那種 經驗 已經慢慢累積 就是 就是 你做久了之後 大概就要做些什麼 我想說 這樣的類似的議題 我應該就可以就此打住了 因為我們剛剛好像都繞著 這樣一圈圈在打轉 這樣子 我是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有關那個 有關那個 abortion 或者是 Ideas 始終倒數第二項 abortion 或者是 要把它 keep 或需要 有關墮胎 或者是 要把孩子 保險 那就 不需要 好 那我們這個 就到此為止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